哎,好的,好的,好的, 呃,感谢各位这个来参加我们, 啊,SIFO6今天的一个一个特别班的webner,然后2020年的年龄小节, 好,我们这个回顾下22年的一级市场,然后以及说这个23年的一个投资展望啊,然后 然后,呃,这个SIFO6是一家这个全球领先的web3的投资机构, 我们专注于这个连接啊,人技术和资本的桥梁啊,然后这个Jano的web3的area,我们都会有去参与投资啊, 啊,我们现在的这个啊,活动啊,办到现在我们有一些这个比较啊,啊,比较多的合作的伙伴啊, Binbar是我们这个特别的合作方啊,以及这个啊,John Hopkins的校友会和NYU校友会, 啊,然后除此以外,还有这个我们长期的合作伙伴有,啊,AlliceVC,啊,TigerVC,啊,0X0,Crypto, Open Knowledge,啊,啊,还有一些啊,媒体的合作的伙伴,啊,Web3,啊,啊,到Hitchhiker,啊,Bitpush和这个Panews,啊, 啊,然后我们这个每周例行的一个环节就是这个会有一个啊,Duel,Duel Flow的sharing的一个, 一个计划啊,如果,如果各位是啊,专注于市场投资的啊,机构投资者,啊,也欢迎啊,大家填写在我们聊天框里的问卷啊, 然后我们可以啊,在这个会后啊,进行这个啊,Duel Sharing啊,和和这个投资信息分享的一个环节,对啊,那话不多说,我就先开始啊,今天的分享, 嗯,我有点乱了,呃,对,今天的分享大概持续时间会在50分钟左右啊,我尽量压缩下这个时间,因为可能涉及到的啊,东西会会会会比较广一些些啊, 讲到的主要是一些宏观的啊,投资逻辑啊,关于这个22年的一些回顾以及23年的一些展望啊, 呃,整体上会覆盖四啊,五个部分啊,就大体上是分这个这个公链啊,DeFi,呃,游戏,NFT和Web3的啊,这个这个五个大的板块, 然后最后的话是,呃,总结一下我们整体的这么一个啊,核心的投资理念啊,首先是公链端,呃,公链端的话,其实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到,呃,现在整个的一个发展, 状况啊,我我这边是把一个一个一个比较核心的架构啊,拆解放到这里面,呃,我们认为是说,从现在来去看的话,是一个以以太坊为主导的啊,多链发展,并行发展的这么一个啊,框架啊,有有主要的话,也有这个四条分支吧,可以这么讲,呃,第一个方向就是说,我们这个承接以太坊, 以太坊外义流量的这么一个啊,啊,那这个也就是所谓的EVM的FOX,啊,这个的话,主要可能代表性的一些链,这个BSA,Polygon, 和Phantom这些链,啊,他们的主要的就是就是主打就是好用啊,然后这个这个承接以太坊的外义流量啊,然后啊,然后再往下面去走的话,可能这个就是啊,我们, 可能我们去主流的了解到的一个Layer2,啊,这个的话,主要是针对以太坊本身的一个扩容的方案,啊,同样是面临的这个,解决以太坊的这个啊,拥堵和这个啊,这个这个这个GAS昂费的,昂贵的问题,啊,主打的可能这个啊,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啊,比如说Arbitrum,啊,Optimism,啊,还有这个ZK-Sync,啊,这些可能是已经上线的一些Layer2的,啊,框架啊,然后啊,在我们,我们在,在,在,在去往啊,大的方向去走的话,可能这个, 啊,扩展到底层会有Layer0的这么一个概念,也就是所谓的模块化的区块链,啊,那这个的话,其实更主要的主打是一些通用的功能,啊,就是像这个多链,啊,自带的多链的系统啊,Cosmos,Polkadot,还有一些专注于,啊,不同的这个,把区块链,这个这个,这个拆翻成模块化的一些组件,啊,比如说像这个专门做,啊,数据可用性层的,啊, Celestia,啊,这样的话是一个更,更更加通用化的一个,啊,区块链的一个发展模式, 然后最后的话可能是一些,像,啊,以太坊的挑战者们,啊,这些的话就是没有一个,啊,核心的,啊,归类,或者说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定义,啊,我们就总体上把它来去讲一些,这个,这个非EVM的新公链,啊, 啊,之前的代表可能是Sawana,最近的话是这个以木为代表的一些Aptos,啊,像Cear这种,啊,新的公链出来,啊,他们主打就是高性能,啊,就是,就是TPS高,啊,稳定性强,啊,这些的话,这个,这个,啊,总体上来讲,就是解决了以太坊的,目前存在的一些种种问题,啊,有,有代表性的这个,这个四个解决方案,啊, 啊,那刚刚也简单提到一下,其实我们可以,可以,可以大致的对比一下,这,这,这四个解决方案的分别用的,啊,采用的技术和一些,啊,优劣以及未来的发展的一个方向,啊,啊,第一个还是这个,啊,以太坊,就是EVMFox这些的话,它最简单,它其实就是一个,啊,简单的做了一个以太坊的Fox,啊,这样的话,它的好处是,啊,便宜,啊,就非常便宜,Gas费很低,啊,然后这个可,可复制性极强,啊, 然后,啊,但问题也在于说,啊,你可复制性极强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你的竞争壁垒和这个入门的门槛会比较低,啊,就是,啊,你可以Fox这个一个以太坊,然后别人也可以Fox一个以太坊,嗯,然后现在的话,啊,未来的话,像这些EVMFox的话,我们看到的一些可以,啊,延续下去的竞争的态势,主要是,啊,两个方向吧,就第一个是,一个TechDriven的方向,可能就是Polygon, 的这以Polygon为代表的ZKEM的方向,啊,主要是走这个技术发展的路线,然后,啊,更多的是往这个Layer2的方向去发展,然后第二点,啊,第二个方向可能更多的是在这个,呃,呃,流量驱动的一个方向,就比如说像BSA,啊,靠Binense,靠交易所,靠这个其他生态的一个导量和赋能,啊,然后,啊,走,继续走下去这个,这个,这个,呃,EVMFox的一个路线,啊,这个是我们能看到的一个趋势,啊, 第二点,像,啊,整体的一个以太坊的竞争者,啊,就是这些,这些,啊,高线的公链的话,主打的特色,其实也就是速度快,啊,high performance,加上一个并行计算, 对,啊,这样的话,其实,啊,就是,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区块链不可能三角,嘛,啊,你速度快的同时,必然会带来一些,这个,啊,稳定性和中心化的问题,啊, 啊,同样的这些高线的公链也不可避免遇到这些问题,啊,索安娜在在在前几个月,尤其突出的这个这个展现了一些,啊,中心化,以及这个这个稳定性所带来的一些危害,啊, 啊,然后,啊,我们目前看到的一些方向,啊,就是这些,这些非EVM的公链,啊,大家比较热门的,也是大家都看到的,还是木户系的,啊,公链,啊,这个的话,啊,也,也是有这个,这个,这个,很,很明显的,这个,优势和劣势都会在,对,啊,但是现在来看的话,这两个公链都处于非常非常新兴的阶段,啊,所以我们还是,还会去保持,啊,高度的关注的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状态,啊,然后再往下走的话,就是,啊,Layer 2的一个方向, 啊,这个的话,其实,啊,主打的还就是说,这个,我们整个这个链下计算,啊,加这个链上验证的一个方式,啊,这个的话,优势也很明显,啊,就是,就是和以太坊,啊,天然相容,啊,我就这个,这个,这个不需要额外的一个,一个安全层,啊,然后,啊,我只需要把这个数据做一个,啊,链下的计算,然后再去,啊,链上做一个打包,啊,打包处理汇总就OK,啊,然后,啊,好处就是,啊,非常高度兼容,和EVM高度兼容, 和EVM高度兼容,啊,这个流量不会这么分散,啊,但坏处也是说,现在这个技术发展路线,其实,啊,没有一个,啊,这个,定性,或者说,现在,啊,ZK系和,啊,OP系,现在,目前都有一个,相当不错的发展,啊,我目前没有看到,说,特别,明显的技术趋势,ZK,啊,这个,这个,这个,Layer 2往哪个方向去走,啊,所以,所以,所以,这一点的话,啊, 啊,也是说,这个,整个赛道的发展一个,啊,不是很确定性的一个地方,啊,当然这边,啊,我们的观点其实也是,啊,和市场的主流观点比较一致,啊,就是短,中短期内还是比较看好OP的生态,啊,这个主要可能是取决于技术上比较成熟,以及这个, 生态上目前也有比较比较比较大的一个进展,那长期来看,中长期来看的话,可能是整个,啊,还是看到整个ZK,啊,包括ZK,EVM的一个生态,啊,这块来看的话,啊,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的,啊,核心的,啊,核心的这个,这个突破点,还是在于说,啊,技术执行上,啊,能不能这个,啊,在,在,在预期内得到部署,啊,这个,这个,这个是我们核心的,要去观察的一个点,啊,最后一个就是关于模块环境,啊,这个东西其实也,也,也提了很 很久,啊,最主要一个表现形式可能就是这个,啊,就是,啊,所有的应用都可以发一条自己的链,啊,我们这个整个,啊,供链的话是变得更加,可组合性更高,啊,这个,把这个,可组合性从一个,啊,这个应用级别提高到了供链级别的这么一个事情,那它的优势也很明显,就是因为供链有自己的主权,啊,我自己可以,可以,可以定义我这条供链的任何的参数,啊,但它缺点也很明显,就是你,你这个,啊,之前是开发 开发一个,啊,这个应用现在又变成开发一个供链,啊,这个事情的带来的难度的提升,啊,实际是一个指数倍的提升,啊,啊,这个对于开发可能不是特别友好,啊,然后我们目前看到的一些比较有,啊,比较有特色的方向吧,觉得还是两个大块,第一个就是OP stack,啊,这个,这个也是,啊,十月,啊,中旬,啊,刚刚宣布的一个方向,啊,这个,这个整个OP就是layer2现在这块也,也,也,也在去做 一个模块化的一个处理,啊,然后还有我们这个,这个,啊,之前也是,啊,火了很久的Cosmos,然后包括它2.0的新的,啊,经济机制,啊,2.0带来的经济机制,以及这个整体链接安全线的提升,啊,我们也是非常看好后续的一个发展,对,啊,这个大概就是一个现有的layer2的这么一个,啊,sorry,layer1和layer2的一个,啊,竞争格局的一个比较,啊,啊,然后我们再,如果把它,啊, 再去放到一个更宏观的一个角度去理解的话,其实,啊,我们认为现在的整个layer1或者layer2的一个发展,就是朝着两个方向去走,啊,第一个就是扩展用户的一个 深度,啊,sorry,广度,啊,就是往右面这个,右面这个坐标中,主要是扩展用户的一个广度,然后上面这个坐标中的扩展用户的一个深度,啊,大家其实可以看到 整个,啊,以太坊,或者说整个,啊,EVM系的这个,这个layer1,layer2,然后包括整个的,啊,EVM的这些FOX,其实在那中间的一个位置,啊,它其实 主打的是一个通用性,啊,就是我,啊,为一些通用的DF去做一些服务,啊,然后,啊,我们现在看到一些高性能的功率,主要主打的是速度快,吧,速度快,那,啊,TBS高, 必然就会代表着说,OK,我能接受更多的用户,啊,现在你以太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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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到了,啊,一万,两万,那,那数据上,这个链上的Gas费交都标道撑不住了,啊,但是,但是你现在这个,你太坊的,啊,这个,这个,这个,Caters,啊,然后他的竞争者们,那秘而,秘而,秘而面对现在的,如果想要承,承载现在这个,这个web2的应用的话, 他的一个,啊,所要面临的一个体量,或者说想要,那应该能够达到承载的,这个,这个,啊,用户的数量,肯定是要远远高于,啊,现有的以太坊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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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能上的,啊, cap的,那,啊,所以说他们发展方向,也是说,去拥抱更多的用户的广度上,啊,这个,这个也就是所谓的,啊, mess adoption,啊,这些高性能功能一定是,朝着,啊,去获取更多用户数量,来去,来去,来去发展, 那,啊,再往另外一个集团去走的话,这些,啊,模块化,模块化的区块链,那可能是说,啊,我现在是来去获取更多用户的深度,啊,因为,因为这个模块化的区块链的话,主打的是,啊,专精嘛,那,啊,更多的是说,我有,啊,一定的,这个,啊,需求,啊,我,我会有这个,啊,达到一个相应的需求的话, 我会才会去考虑说,啊,把我的,这个,啊,应用单独拉出来做条链,啊,这些的话,更多的是面向一些crypto native的一些诉求,啊, 触达一些,啊,专业的,和,和这个,这个,有,有,有一些具体需求的crypto的用户,然后我再去做这样的一个,啊,分块化的一个处理,啊,啊,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总结下来,就是整体就是三个方向上,啊,的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发展的格局,啊,总体上在往,啊,在往,啊, 啊,广度和深度上做不同的拓展,啊,那,那最后到底会不会有一个整体化的区块链,就是大家这个万念皈依,啊, 目前来看,啊,我觉得在中短期内可能在这个时间规划上可能在五到十年内吧,我觉得这个事可能不会太发生,啊,啊, 还是说这个大家各自往各自的这个,啊,专业化的路线上越走越远,啊,你这个,啊,高兴的,你主打高兴的,我这个,啊, 啊,只要打这个专业化,就打专业化,啊,然后最后会不会万念统一形成一个,啊,巨大的一个外图,比如说腾讯或者阿里这样的一个,啊, 区块链,啊,那可能我觉得可能会在这个十年甚至二十年以后才有这样的一个发展可能性,啊,目前来看短期来看的话, 我觉得,啊,这种可能性不大,啊,所以整体上来看的话,啊,我们的关于layer two和layer one的一个投资理念,啊, 啊,大概也就是按照上面这个,啊,格局来去分为三,三大块,啊,这个也刚刚提到,啊,整个区块链的发展目前是朝着更,更,更,更这个,啊,广度和深度去发展,啊, 啊,然后整个竞争格局来看的话依然会存在,啊,五到十年内,我觉得看不到一个大一统的,大一统的这个这个这个态势,啊,整体来看的话,啊,三大块,啊,这个模块化区块链的话,嗯,我们现在正在寻找的一个是,这个这个有一些,啊,达到一定的用户体量,找到自己的PMF的这些应用,啊,如果他想做链感,如果他想做这个,啊,单独拆链,做一个模块化的,啊,单独的应用链,啊,这个, 这个的话,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啊,但前提也是说,一定要是达到一定的用户体量,啊,并且找到自己的这个,这个,这个,这个PMF,啊,否则的话,这样的话,直接单拉出来做一条公链的,啊,成功的概率,啊,应该会比较小,啊,然后,啊,另外一点就是说,这个整个,啊,A-chain,就是整个这个应用链的话,啊,应该是可以显著的提高,啊,整个用户的交互和这个性能上来去看的话,啊,所以,所以,所以目前, 啊,如果去从种类上来去区分的话,啊,可能更多的会去看到一些高性能的,啊,DeFi产品,以及一些这个,这个,这个gaming的产品,啊,就像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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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类型的应用可能更适合来去,啊,单独拉一条公链去做,啊,第二点的话就是EVM这块,啊,整体上来看的话,啊,目前比较关注的一些点吧,就觉得还是关于 两大块,就第一大块ZK的话,啊,更加关注一些ZK的中间件,啊,比如说像一些ZK的,啊,钱包,啊,桥,啊,甚至一些这个这个这个ZK,啊,挖矿的一些这个这个协议,啊,然后,这些的话,我觉得是在目前现阶段ZK的整体的技术环境,不是特别成熟的情况下,啊,是可以提前去做布局的,啊, 啊,啊,然后,啊,无论未来的ZK的技术方案怎么去解决,怎么去走,啊,那这些作为,啊,ZK中间件存在的一些,啊,组件,啊,我觉得,啊,是在未来都,都是可以吃到这波,啊,ZK成长的红利的,啊,啊,其次第二点就是整个OP的Stack,啊,这个,这个,这个,其实把它放到,啊,这个模块和工链,工工链里去讲也OK,就整个这个OPStack的概念,我觉得还是,啊,比较吸引人的,啊,相比较Cosmos来去看的话,啊,那, 它天生自带这个这个以太坊的,啊,安全性和流量,啊,这个的话,我们觉得也是也是值得去持续去去关注一个一个技术发展的一个进展的,啊,然后最后一个可能就是说一些,啊,非技术,啊,去驱动的一些工链,啊,比如说像一些命币,啊,当然这个东西的话可能,啊,不列入一级投资的范围,当然这个我是觉得很有趣的一个点,就是一些一些命款的话可能,啊, 有一些,啊,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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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上一轮的话,可能会说这一轮的牛市之间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啊,纯文化属性的一个存在,那在下一轮的话,我觉得不排除会有整个命圈,啊,甚至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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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整个命生态的这么一个,啊,体现存在,啊,其实谁把现在已经有一些这个自由的生态,但我觉得在,在,在下一轮,或者说在整个这个,这个,呃,下一波,呃,助推起来的牛市的时候,觉得在命的这个特色, 可能会更加明显,啊,就不仅限于这个应用,啊,更加的,更更多的可能是在于整个生态,甚至是整个链的体系之中,啊,最后就是关于这个以太坊的,呃,竞争者这块,呃, 那么的话,其实,呃,大家关注也都比较多,实际上文章也比较多,啊,我觉得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说,啊,还是说这个怎么样能够,啊,应用好它的核心的一个,啊,特性,啊,就包括它的这个,啊,资源,啊,这个,这个,这个组件,以及它的并行计算的逻辑,啊,然后用这些核心的feature,啊,再去构建的一些,可能是我们想要看的一个方向,啊,不仅仅然说是这个,啊, 啊,以太坊上现在有什么东西,我就copy,copy paste的一个东西过去,我觉得这样类型的一个,啊,应用的话,其实,啊,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啊,更多的看到了,还是想要看到一些,啊,能够利用好目的语言的一些特性的一些原生的应用,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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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未来的一个,我们比较期待的一个方向,啊,第二个就是说,啊,整个,啊,web2,啊,就是这个,这个,因为刚刚有讲到,啊,像以太坊的, 像这些高性能公链更加独大的是一个用户的广度,嘛,那这些广度的话,必然会承载更多的流量,啊,流量的话,可能像现在看到的一些,啊,web2的一些应用,比如说这个偏social的一些,或者说偏这个非金融的一些应用的话,啊,我可能是有希望会看到在这些高性能公链上一些开化结果,啊,这个,这个也是,啊,我觉得认为是,是可以持续去关注的一个方向,啊,这边就整体是一个,啊,关于 公链的一个,啊,投资的一个逻辑,啊,然后,啊,下面到,啊,defi的一个板块,啊,这块来看的话,其实,啊,我,我按照我的逻辑把它拆成了一个,啊,一些一些一些比较核心的组件吧,啊,啊,首先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就是整个资产发行这块,啊,资产端的话,我觉得现在目前来看的话,主要是,也是,啊,几大块,就第一大块是,啊, 稳定币,啊,现用的稳定币,然后有稳定币以后,我们会有这个资产的更多的发行,比如说会有这个,啊,啊,application会发自己的token,啊,会有这个token的发行,啊,啊,然后会有这个,啊,再往下去发展的话,可能会有这个,啊,stablecoin和token加一起的,会有一些,啊,啊,衍生品,啊,以及一些,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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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生资产的一些, 品类出来,啊,总体来看的话,这边都属于一个资产的类别,啊,然后资产的类别的话,资产,资产的属性,啊,得到充足的发展以后,后面来,来到就是,大家会有一些,这个,交易的需求,交易的需求,就自然而然的衍生出,啊,可能会有dex,dex,啊,多了以后,我们会有这个,这个,这个聚合器,啊,然后会有这个,针对不同的token的,有一些,这个,衍生品的一些协议,啊,这个,这个是,啊,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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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去衍生的更多的交易的需求,啊,交易的需求满足以后,可能更多的,大家会有一些资产管理的需求,那,比如说最常见的一些,啊,借贷,啊,以及说我会有这个,现在链上的一些staking的功能,啊,还有一些现在的这个,呃,做的一些,呃,这个,指数型的一些产品,啊,包括一些这个,这个,这个,呃,呃,呃,structure的一些product,然后这边的话,其实,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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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资产管理的方面上来去看,啊,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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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码验证的已经得到验证的是两个方向 第一个也是往这个广度去走 就是我在一条公链上面 有这么一套这个这个DeFi的生态 或者DeFi的系统 那么我我可以通过这个拓展 多链拓展到其他的其他的公链上 那那这边自然衍生出这个这个多链的一个生态 多链你有你有这个 你这个这个这个以太坊上有 uniswap我这个phantom上也可以fork可以过去 然后有一个fork的一个一个生态 然后有这些不同的fork的生态之间 那边会产生这个价值交换的活动 那这个的话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些桥 有一些桥的话 那那那这个这个你本来有一些 这个不同的生态 有一些不同的 不同的这个这个 token 那这些token之间会要保持一个 相当于说价格的平衡啊 或者说价格的一个中立化 那这样的话我们也自然而然会引入到这个运营机啊 所以所以所以这个整整整套生态是 是按照这个啊 在这个整个啊多链的运营的环境下去发展出来的啊 这个运营的方式其实我觉得也也是比较值得去 学习的这个东西其实也很简单 其实就是一个吸血鬼攻击啊 这个整个就是这个这个啊 苏水这边来去率先发起的啊 对uniswap的这边一个吸血鬼攻击 其实这个整后续的整个多链生态也是按照类似的逻辑来去走 这个是往用户广度的一个方向去走啊 呃 用户深度来去看的话 其实 呃 比较简单啊 其实就是不断的场内自身的去加杠杆啊 这个怎么去理解啊 那那那自然提到一个另外一个地方的伟大创新 就是liquidity money啊 这个的话其实更多的是通过一个啊 应用发明的形式啊 不断的把liquidity锁住啊 然后以及外来的liquidity能够加进来啊 然后这样的话去产生一个啊 不断自增长的一个飞轮啊 然后把我们的整个啊 账面的流动性和账面的资金 然后能够得到一个更多的绑定啊 这样的话也就增加了我们整个协议的深度啊 所以呃 总体上来看 我觉得还是按照这这这这这两个方向去走啊 协议的广度啊 去拓展多链 协议的深度啊 去不断的去做这个也要发明 以及层层的这个这个这个structure的一些product啊 最最最著名的可能就是这个curve的这些生态啊 curve convex啊 包括最后的这个这个啊 bodyfly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层层线套的一个模式 增加自己的深度啊 这个呃 这个是我理解的一个呃 一个一个比较核心的地方的一个stack 呃 同时的话 其实呃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归归了三个点啊 第一点就是整个asset这块来看的话 其实就这这一块 其实主要是针对一个资产发行的一个状况啊 然后asset management的这块其实是呃 我个人理解是把它做了一个cdu啊 其实就是啊 就是绑定做一些这个这个更多的结构化的一些产品啊啊 让一些啊 其实本质上还是一个信用扩张的一个过程啊 就是把一些现有的啊资产啊通过一定的手段啊 然后让他在市场上再流通和再收买啊 这个是第二个过程啊第三个过程其实就是啊通过呃 这个这个呃 演化缭乱的这个成百上千的APR来去导致的货币的呃自通胀啊 这个这个这个是通过要发明去实现的啊 这个我觉得也是整个defi经济 defi生态得以繁荣发展的呃三个核心的呃手段 那那呃呃我们在呃这点的基础之上其实呃呃呃我我我呃会有一个呃怎么讲就是就是呃呃我自己设想出来的一个整体crypto的一个货币增长的一个理论啊 这个这个这个其实一二三对应的也是这上面一二三三点大家可以其实可以呃放在一起来去看啊 那第一点是说他的总体的呃资产的总种类啊就是就是通过我们这个asset呃发行资产发行啊 然后这个是一个维度啊第二个就是整个呃cdo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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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模或者说整个呃你通过资产管理来去呃派生出来的呃资产的一个呃规模啊 这边的话其实直接对应的话就是杠杠的一个程度啊然后最后的话其实是通过这个要发明啊 然后去衍生出来的一些这个这个这个通胀的一个速度和和和幅度啊就最最直接的就是就是你这个呃呃 token自己自己的这个token的这个一个一个呃呃做一些要发明的产生的一些呃内循环啊这个的话是整个通胀的一个速度啊 我我我我是觉得这个整体的呃一个呃呃整个crypto的一个marketcap或者说整crypto的一个一个货币流通总量啊是可以通过这么一个公式简单的计算船啊 啊那么其实就是说通过一个资产的数量啊乘以资产的一个呃这个这个呃杠杆 然后迭加上整个呃通胀的一个水平啊当然这个通胀水平是一个指数倍的发展啊那那那这个公式其实简单来可以看一下我们在这个呃扩张的一个周期 那呃inflation的speed其实是非常高速去发展的呃比如说在我们这个看看到defi summer的时候这个整个啊通胀的速度可能是在这个几百啊上千的api啊啊这个这个高速发展啊 然后同时你也会有不断的呃新新的这个这个staking的平台index平台以及一些接待的协议能够让你去呃使用到更多的派生的资产啊 然后呃更更更不用说这个这个这个呃本身的token和一些这个合成资产的发行啊然后在这个三重的呃加力的作用下整体的呃crypto的这个这个marketcap其实是在不断的飞速的上升的啊啊啊我觉得最最主要一点当然还是得利于这个呃通胀的水平啊 通胀带来的指数倍的呃对对整个crypto的呃marketcap带来一个指数倍的提升啊然后在一些这个这个这个呃紧缩的一个状况的情况下啊最明显的也是这个inflation啊 就是现在之前这个成百上千的epr是呃看不到的啊现在链上可能stablecoin的yield能有呃三三三三三两个点已经觉得很开心啊 然后这是整个inflation水平的呃是有一个急速下降 然后呃我们这边一个呃 leverage就是整个整个整个杠杆的水平其实现在也是在一个环比下降或者说呃保持一个呃这个这个呃缓慢增长的一个状态啊 因为你其实不断的有一些新的呃资产还是在去做这个呃staking的方式来去来去发行自己的资产啊包括一些index 但同样也伴随着之前的一些呃老的一些项目的死亡或者说老旧的一些资产的信用破产啊导致的整体的呃呃杠杆率其实是在缓慢下降啊 然后这个资产的总类其实是类似逻辑啊是在缓慢下降或者说这个这个呃保持一个呃静止呃静止的一个状态啊 所以所以所以在这个现阶段的话呃综合来去看的话整体的一个marketcap其实也是在一个下降的一个阶段 或者说是在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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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紧缩的一个状态嗯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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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我们理解的一个整个呃通过整个defi的一个core stack 然后能够去抽象出来的一套户币的呃增长的理论 呃那基于这些理论的话其实呃我们针对defi的一个投资逻辑其实也会比较清晰啊就是现在来去看的话很显然就是在一个呃由于这个这个非理性的高速通胀带来的虚假繁荣的一个呃回归的过程中来啊然后我们现在其实是明显的处于在一个recession的一个阶段啊 然后现在来看的话其实大部分的defi项目其实是有一些呃缺少一些呃内在的呃动力去去去维护他们的市场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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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价值的啊怎么去讲就是呃就是就是现在的一些更多的defi项目呃或者说之前我们看到一些defi的项目更多的是充当呃供链的这么一个助燃剂啊就是通过这个大量的通过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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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非合理的呃API啊来去吸引到大量的流动性啊然后来去呃推高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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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假的公链公链的TVL啊然后从此呃但是但是在这个事情过去以后呃资金呃是这个雇佣的资本呃那那如果呃平台的流量性被抽干了以后呃平台的这个这个价值被抽干以后其实呃资金呃本质上来讲的话也不会停留在呃内外上啊或者说也也不会再继续为这个平台而去 服务啊平台本身的价值其实是很很模糊的很难去界定这个平台本身到底提供的什么价值啊第二点的话就是啊我们认为现在的一个defi的阶段其实更多的应该转向呃用户留存啊而不是说啊新增用户啊就更多的说我应该是呃如果是现在一个成熟的defi产品应该呃会更多的去关注怎么样留住我现在的TVL 而不是说怎么样啊留住我现在的TVL和用户和真实有这个这个这个需求的用户而不是说我怎么样通过一些呃通胀的手段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营销的手段来去获得一些新增的用户啊这个我觉得是在现阶段是呃不sustainable的啊 然后呃更多的应该关注一些内在的需求啊以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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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合理的呃用户需求嗯呃后面一点就是说呃这个这个也是呃最近提的比较多的一个叫做review的一个东西就是呃现在更多的希望是看到呃更多有这个真实收入的一些地方的协议啊就是不是通过呃印发自己的货币呃印发自己的平台币而是通过这个真实的交易手续费啊 真实的一些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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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资产管理的甚至是这个这个管理费啊来来来来产生这个呃真实营收的这么一些协议啊这些协议的话我觉得是呃目前来看在现阶段是可以有这个很好的一个表现的一个呃协议啊以及去说呃在未来的话其实呃我们应该能够去关注的一个方向更多的也是像这些呃呃non inflation的或者说这个有有更多的真实收益的一些协议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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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呃 我们觉得比较看好的一个方向啊呃最后一点的话就是还是呃依然会呃比较呃对于资产发行当然会比较乐观吧啊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呃如果还是套用这个理论的话资产发行是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比例啊就是整体来去看的话我们觉得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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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stablecoin还是整体的平台币还是说甚至是后面一些核议资产其实我们呃更多是需要看到更多的资产的发行啊就是当然这个更多的资产发行stablecoin的话 其实很难做对吧就无论呃是这个algorithmstablecoin还是像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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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化的stablecoin啊这些的话我觉得都都呃都是比较难做的或者说比较难去捕捉的啊能去捕捉的其实更多的还是在于一些呃衍生品啊就是像这个合成资产啊derivatives还有一些这个结构化的产品啊甚至像一些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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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商链一些产品啊这个更多的资产种类能够带来这个defi经济的繁荣这个我觉得是呃目前来去看可以更多的 能够去捕捉到的一些点对这个就是我们整体这个呃defi的一个投资的框架啊啊然后下面进入到呃游戏的板块啊这块其实呃呃呃我这边也是把它按照游戏的种类吧或者说按照呃游戏的呃模式做一个非常呃粗糙的一个分类啊就是呃一样是这个二分法呃呃那那呃 好横向的做坐标之后代表了它的一个呃金融化的一个程度啊纵向坐标之后代表它的一个可玩性啊那这一点的话其实呃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话其实是一个呃线性的分布的我们就还是往中间去看吧呃中间这一这一坨可能代表着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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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链改的游戏啊这个比较比较比较呃有代表性可能像这个呃策略类的呃moba或者说这个mmorpt啊这些这这三点游戏可能是这个做链改是最适合的 啊然后他们的话其实是有两个方向可以选的啊第一点的话就是往这个往下走的话其实就是这个呃金融化啊金融化来去走的话那可能就是到这个P2E啊这个也是大家最为精英论到一个点啊就是就是呃更加注重呃金融化的一个属性而去呃轻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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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玩性或者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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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游戏的质量啊然后这是一个P2E的阶段那么再往下去抽象的话 可能就到了呃呃就是就是任何东西都可以赚钱那那这个重心显然就是放到这个2的这个这个这个上面啊然后这个的话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呃极度注重呃金融化而去忽略掉整个游戏的可玩可玩性的这么一个呃阶段啊这个是我们往下走啊往下走的话其实更多注重的这个很明显注重的就是经济回报啊我们其实本质上来讲的话这个东西已经和和gaming不是那么的沾边了啊 他只是说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呃这个这个gaming的属性在那更多的本质上还是追求一些呃经济的回报啊那同样我们往上走的话其实呃更多的话就是关注游戏质量本身呃包括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一些呃3E的大作呃现在可能看不到那可能是这个这个不断的去融资了一些3E的大作那他本质上来讲的话可能没有这么多呃能去看到的这个呃P2E里面的一些呃非常经典的呃经济模型 可能更多的关注的还是游戏的质量和游戏玩法本身啊然后呃他是一个呃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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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啊Tokenomics然后重游戏质量的一个阶段啊这个而来去看的话我觉得是目前呃这个这个也是各个呃大的基金以及这个传统的web2的一些厂商啊重点去发展的一个方向啊更多的是从这个web2去pivet过来的啊然后再往上去发展可能就是我们这个这个呃长提的这个metaverse呃这个东西的话我个人是觉得 表述的啊就目前来去看的话因为涉及到一些呃硬件的解决方案啊以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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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硬件结合吧软硬件结合的一些解决方案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呃基础上的呃进展呃其实是阻力比较大的啊所以所以所以目前我觉得在中短期内能去看到的其实还是这两张最大的饼啊就是就是这个呃往上走呃更注重可外性可能会有一些短期内三到五年内有一些呃这个这个呃这个这个 4A的游戏啊来去落地啊然后啊它会带来更多的这个在可玩性上有更多的选择那往下去走的话我们更多的还是说呃会有更多的经济模型的创新可能会带来一些呃新新品类的p2e的游戏或者说一些这个这个x2的游戏啊这个的话我觉得总体上来看的话其实是呃往这两个方向去去去去去极端上去发展啊处于中间这个这个这个链改层的这些游戏其实 啊目前来看角色很尴尬啊就是要么往左走要么往右走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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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纯的可能是两边都占的这么一个游戏我觉得目前来看呃可能存活的空间市场留给他的空间不是特别大呃对然后就是呃我们关于整个游戏的一个投资理念吧呃这个刚刚讲到其实呃分化也就是两大块就是可玩性和金融化啊就这两两大块去走啊然后同样的话其实呃游戏 游戏的话其实更多的是呃呃给公链做一个做一个倒流或者说它是一个呃比defi更明显的一个一个一个web2的一个呃进入了一个窗口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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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现在对于呃整个游戏板块或者游戏产业的一个一个定位啊呃然后整个的话其实呃核心的投资理念呃大概这么几条吧其实呃就是目前来去看的话整个产业链的scope其实 呃完全没有被确认下来就是整个游戏的玩法经济机制的呃设计以及产业链的上下游其实现在呃都还在一个非常早期和初期探索的一个阶段啊就是我们目前来去看的话其实呃关于一些mediaware其实反而我们现在不会特别的去关注啊就是因为gaming呃就是这个这个这个当你在一个行业的模式或者说行业的这个这个格局 前程格局没有定下来的时候可能来去看这个整个sdk的方向那那现在来去看就会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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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啊现在来去看的话我们更多希望的是看到一些呃有一些独立制作能力啊有一些这个呃开发能力然后甚至说自带一些ip的呃一些游戏的创作者一些团队啊去创造一些独立的游戏独立的精品的游戏啊这个反而是我们相比较一些呃gaming的中间线或者说gaming的sdk可能更多 希望能去看到一些点啊呃第二点就是整个呃资产的去中心化啊这个点的话可能就后面会讲到social的话可能这个和social最最大的不同就是呃呃呃游戏类的产品我们更多还是希望看到资产的上面的啊这个这个也是整个游戏或者整个呃blockchain和这个gaming industry去做一个结合最最最有特色的一个地方啊就是整个游戏资产的上面甚至是经济模型和这个呃和这个 玩法的一个上链啊这个的话其实呃呃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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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觉得未来的一个最主要的发展方向就是这个游戏的去中心化其实是呃呃呃我们应该着重来去看的一个方向啊其实更更多的包括一些呃web3的一些一些一些比较独特功能的一些啊比如说呃游戏化的供念啊专门为游戏设置的钱包啊甚至一些游戏内资产的一些market place啊这个的话都有在做那我觉得这个的话还是呃远远远远达 达不到成熟的一个阶段仍然去具有这个呃投资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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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一个潜力所在啊然后呃后续的话就是关于整个呃游戏品质或者说我们认为游戏比较成功的呃一个成功的游戏需要具备的呃两点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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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呃特色吧所以第一点是他的数字就是规划的能力就是我们映射到啊crypto上来可能就是这个tokenomics啊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他整个运营和这个市场 广化的一个能力啊就是我们再把它抽现一点可能就是narrative啊这两点的话我们觉得还是作为一个目前来去看作为一个独立游戏来去看啊就是这个往往往往往下去走就是我们这条线往下去走的话啊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啊比较重要的两天啊两个两个两个我们就要去考量团队的一个因素啊就是啊这两点做得好的话基本上我们在这个啊financialized的这个游戏方面来去发展其实是可以取得一些很很好的 成果的啊成果的啊然后啊最后啊最后总体的方向上来去看的话啊就还是比较啊重一些这个啊清休闲类的游戏吧啊休闲娱乐的游戏啊然后去结合一些啊可以控制的这个这个有些啊punzi like the tokenomics但这个东西就就展开讲会会可以可以讲很多啊就是总体上来讲我们希望啊是一个很很很很很很轻大家 大家人人都可以上手然后啊学习成本没有这么高的一个游戏然后这个通证模型上呢啊也会有一些这个这个啊轻旁式的一些设计啊不希望说它是一个啊完全啊没有这种web3或者说没有这个结合一些tokenomics的啊一些一些设计更多的还是希望啊我们更多的希望看到这些方面的一些创新就p2e和p2e的一些创新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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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我们啊未来可能可能更多的关注的一个方向 啊这个这个是关于整体呃游戏领域的一个一个一个投资逻辑啊啊然后nft的话其实呃呃这边的话也也是呃比较粗略的话一个框架其实呃也是分三大四大块吧就是整体来看中间这块就是最主要是资产啊我们其实就是由这个nft的资产来去衍生出来一些呃交易的需求和一些这个呃代币化或者说和和一些这个这个这个借贷需求 其实总体上来讲呃这两边的话都是一些呃贩交易型的需求啊但是对资产来看的话其实总体上呃也分四大块吧就第一大块最主要的一点最核心的可能就是pfp啊然后会有一些这个然后才会有一些这个有这个啊这个这个nft 像一些membership啊像些呃pass卡啊像这些的话都统一各个utility的nft啊然后会有一些这个gaming asset啊但是这个目前来看可能这个寿命都会比较短啊我们这个这个这块的话可能主动发力点还是在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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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亿的游戏甚至一些menevers的游戏啊这块来去看的话可能会带来更多的gaming asset的发展啊然后最后的话是这个之前这个远远远 新股的呃nft 可能其实比较早的一些艺术的收藏品啊这个是我们认为的一些nt现有的一些比较主流的啊资产种类啊啊然后在这种类之上呢其实衍生出了很多的这个交易的需求目前来去看更多的都是在交易的需求侧啊像一些这个啊p2p的交易平台啊然后这个到后来的marketplace aggregator啊这个nft的衍生品这些我就不一一细讲就是这个这个传统defi的这个有的一些东西这个啊nft同样有啊 有一些这个啊可能比较特殊的一些点可能就是这个token来的这块啊就是这个是和20不太一样的点就他可能会呃有这么一个呃做做做做做做fraction或者说做一个liquidity pool的一个需求啊这个是我觉得是区别于20token的一个交交易需求啊其他的话和20的话啊没有没有太大的区别啊这个这个是我们觉得是一个nft的一个呃核心的一个呃框架 呃那如果我们就呃standard就是nft的这些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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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来去看的话其实呃我们还是二分法就是大概分为两个方向去发展吧就第一点也是说呃这个往更多的商业化的形式去发展啊又又这个这个这个横向坐标轴这些纵向坐标轴是可能往这个呃更多的实用性去发展啊一个商用一个实用 呃一个一个一个还是偏经济性第二个还是偏这个这个 utility啊然后就中间来去看到的话最中间的这一坨这个这个这个221721为代表的可能这个115875呀998这些东西的话就是一些定义了nft最基础一些属性的一些一些标准啊这个是最基础的合约啊然后我们往上去走的话其实可能呃更多的会有这个这个提到的sbt的一些标准啊像这个呃5192是已经被确认的 然后还有这个whirl4还有4973你现在都还是在一个review的过程中啊然后这个是关于sdb呃sbt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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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一个标准啊然后再往上看可能更多的是这个membership就是会员卡呀或者说这个呃订阅制的一些一些一些投根的标准这个的话可能更多的就是面向商户的啊面向web2的一些企业和应用啊更多的是提供这样一个呃nft会员的这么一个服务啊往下走的话其实呃大家可能关注比较多的 像nft5的相关的东西可能都在这儿这个这个这个呃半同质化的呃这个呃nft包括这个借贷的协议啊这些这些的话其实都是在整个呃金融领域上可能有更多的探索啊然后呃然后其实也可以看到其实整个的发展的方向明显是呃偏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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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下去发展偏这个金融化去发展啊我们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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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p的通过程度也可以看到包括这个整个的呃 整个的这个eip的一个方向上来可以看到整个的更多的还是通往这个金融化去去走啊怎么样能够去做些nft5相关的一些东西然后反而是这个关于一些社交属性啊关于一些这个呃web2的一些东西可能会目前来去看啊需求会相对比较低一些些啊这个这个这个是整体nft一个standard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状况嗯然后我们关于nft的一个投资的逻辑呢其实 呃目前可以看到其实有很多的nft的nft5相关的一些协议吧我看到这个呃lending borrowing甚至一些这个做derivatives的一些协议其实有非常非常非常多啊那然后目前我们是不认为市场上的流动性是一个问题啊我们认为的是说呃整体市场上这个nft市场啊预冷啊或者说nft市场没有展现这么高的活跃度本正是因为供给侧出现问题啊供给侧没有足够的这个 呃所谓的蓝筹的nft作为一个呃输送啊然后导致的说整体的市场的交易量其实是明天呃明显欲冷啊然后这个这个刚刚是提到这个pfp嘛然后其实现在整体的呃关注的重心也是在pfp当然这个的话我们认为也是一个供给侧的问题就是整个呃nft的资产不应该局限于pfp啊就看到pfp以外还有utility还有gaming asset还有art但问题在于说这些东西都太少了这三个 加起来可能都没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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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fp的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多啊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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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是市场整体的结构性的一个问题啊这个供给端出现了呃严重的呃供给呃优质之前供给不足的问题导致了流动性产生现在现在的流动性的危机嗯啊然后整体的投资理念的话来讲的话呃nft的话其实呃更多注重的还是文化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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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还是比较容易理解就是整体文化属性的呃项目或者说这个nft来去看的话呃更多的是要去观察他的整个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圈层啊然后以及他的整个社区还有他branding啊到底来去怎么做啊这个我觉得是更多的要关于这个机制玩法甚至是一些finance相关的呃东西呃要要要要要去更核心的去考量这个整个整个整个项目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标准啊然后嗯呃呃和这个defi不一样的话其实整个蓝筹nft的市场的份额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就这个defi的话也可以看到这不同的链上都有这个头部的应用啊但是这个头部的应用而且会有这个借贷的龙头会有这个dex龙头会有这个聚合器龙头可能会有这个衍生品龙头啊但是pip的话其实现在理论上还是以太坊一家独大啊 可能所谓的其次啊其他的链上就就寥寥无几啊然后同时的话这个这个所谓的蓝筹p其实占了绝大多数市场份额可能就投20%的我这些数据可能可能这个这个没有特别细看可能投20%的啊投20的项目可能应该会占到市场流动性90%以上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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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的话其实本上也是就是就是面临这个供给侧的不合理的问题导致的啊但目前来看的话目前啊没有看到特别合理的 改善方式所以呃蓝筹NFT或者蓝筹的PFP还是呃道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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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市场的一个状况啊然后呃就是关于web2进入了一个问题就是呃我们先来看下来整个NFT的出圈性或者说NFT的一个流动性其实是啊所以不是流动性NFT的出圈性其实是远远呃好过于这个DFI甚至是gamefi啊所以所以这块来看的话 我们呃我们呃会更加的关注整个呃去breach web2流量进来的一些工具啊包括不限于可能是这个法币的渠道啊或者说像这些呃可以可以可以呃简易去操作化的这个这个钱包类的工具啊这个这个是我们可能会去比较关注的一个点啊然后呃最后的话就是整个NFT的话呃认为就可能也就是因为因为因为呃呃提起来的时间可能会比较短一些 一些比20token的发展要相对晚一些些啊然后整个来去看的话NFT我认为在下一个周期或者说在未来的话呃他不再会是一个呃web3的赛道或者说他不再会被别人单独来拉出去看啊为什么因为现在就很少有人说啊我看赛道我看的是20赛道我看的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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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token的赛道因为没有人这样去讲啊因为token已经是一个呃呃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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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议的一个基本的组成的要素啊我认为 在这个NFT在未来也是一个呃所有的协议的一个基本组成要素其实现在来去看的话啊为什么说还会有这个NFT相关的赛道为什么大家还会这么去关注NFT的流动性是因为整体的这个市场呃呃呃比这个DeFi来去发展的话就更不成熟啊然后会面临更多的这个供给色的问题啊所以才导致说这个呃NFT有有有有这么一个赛道之分啊但在未来的话这件事情一定会呃被被被被被当做一个呃基础的部件 NFT一定是呃一些协议或者说一些应用的一个基础部件来去看待啊不是一个单独的赛道 对这个是整个NFT的一个逻辑啊然后呃最后的话其实就是关于整个这个呃web3呃web3的话这块其实比较杂啊就很杂非常非常杂啊我觉得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说还是说以这个呃可组合性的数据来去带到的一些这个呃围绕可组合围绕这个这个数据可组合性来去做的一些 啊链上生态一些探索啊这个我觉得就是任何啊可能啊啊抛除defi抛除这个NFT以外的其他的东西的公链以外的都可以往里去扔啊嗯这个事确实比较杂这个呃存储呃这个索引啊social grab bid然后社交泛社交类的应用其实都可以往到这个这个web3里面去扔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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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是呃不展开去讲因为这个每一个点可能都都都都会可以去发展的很多的东西 但整体的我觉得核心还是这个composable data就是这个数据的可组合性怎么去用好啊怎么去呃让大家更高兴去使用而这个是整个web3的一个一个核心啊呃 然后的话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web3的一个投资理念其实更多的话呃我们不认为web3等于呃去中硬化啊就是呃整个web3的产品目前来去看的话其实完全去中硬化的产品非常少啊然后如果说完全去中硬化产品目前看用性也很差啊所以呃我们认为整个的web3产品的一个灵魂 是说我们给予了用户一个呃选择权啊在不同的产品之间不同产品和工具之间呃灵活去切换使用的一个选择权啊这个如果能够满足这些条件的一个产品我认为它是一个呃优秀的web3的一个产品啊 这个基于此其实呃也就引申出其实像像像这个呃web2加一个token的模式啊这个这个其实是呃呃我们认为是呃不是不是太能成功的啊整体的web3的呃无论社交也好还是其他的方面也好其实更需要一些呃原始的创新啊然后去满足整个呃web3用户的一些呃基层的需求啊然后最后的呃然后的话就是关于这个tokenomics这一块的话 其实呃认为不应该发太大的力去栽质上面更多的话是希望看到一些呃产品做的足够好啊然后一些有独特呃诉求或者说能够买足一些独特需求的一些呃给到用户去使用的独特需求的一些产品啊这个这个这个是我们认为呃web3的话呃目前来去看能够能够触达了一个方向啊呃最后的话依然是呃资产种类啊就目前web3的产品受限而为什么受限 我觉得认为还是说整体的呃onchain data这个呃asset type其实是受限的啊就因为现在过度的金融化就没有太多的这个非金融化的NFT或者说这个sbt啊就概念提了大半年啊小一年其实目前也没有特别多实际性的进展啊所以所以我认为是在在一些非金融应用和一些这个sbt的呃类型的NFT得到大规模的发展以后整体社交赛道或者整体web3赛道会会得到一个呃非常爆发 的一个进展啊这个这个是我们对于呃web3的一个投资理念呃最后的话就是在在在在去我们再去跳脱出这个赛道的概念可能再去再去总结一下我们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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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观上的一些呃投资的框架啊这个这个这个是呃呃模仿一个就是就是就是美临时钟然后呃我们也自己也做了一个这个这个这个crypto的一个版本啊那可能呃呃横坐标是呃通照啊 啊动作标是这个这个这个经济发展啊呃呃觉得这个整体上来去看的话其实也是分这么四个大的向线嘛啊然后呃整体上来去看这个这个这个经济发展通胀的话其实呃怎么去定义它我自己其实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定义啊就是这边可能大概的我我能想到一些点可能就比如说实际上这个这个这个啊stable coin的yield啊就以这个呃水平来去定义说可以看通胀程度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啊状况啊然后growth的话其实也很简单就是 呃看整体的这个呃协议的收入或者说整体的这个链上的tvl或者说这个交易量啊这个这个trading mall整个链上的trading mall里面这些可能能看到整体市场的一个增长的一个状况啊这个我觉得就以这两个大的指标去衡量的话我觉得分为四个向线啊就是同样对比的这个这个四个阶段啊呃我们还是从第一个项目去看就就这样顺利来去讲的话就整当市场呃很热 然后通胀很高的情况下那那那那那这个呃最好的投资标的或者说这个最热的百块是什么呢就是命啊对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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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大家其实说了比较久这个这个这个命款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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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呃呃满天飞的时候可能也就是市场到底那个标志啊我觉得这个这个也是呃非常呃按照这个图里面来去看的话把它放到的一个相见也是没什么问题明显市场过热的一个信号啊然后呃当我们这个呃inflation就是在往下降 的时候或者说在一个下降的阶段但这个市场的growth就是整整个的这个这个交易的状况其实明显不进入人意的时候可能现阶段的话更多的会去想去压住这个这个这个呃protocol就是所谓的呃应用层的啊所以这个呃基础设施协议层的一些东西啊这个就是对应了一个智障的一个阶段啊这个的话其实呃我个人感觉现在我们是处于一个下半周期就是整个protocol发展或者整个这个这个 这个智障阶段的下半周期再进入到这个呃再通胀的这个这个这个周期之前的这么一个阶段啊这个是我们呃可以去压住的一个状态啊就是更多的投资方向可能偏这个protocol啊这个这个也是说现在更多的很多的机构其实目前呃都都都都讲说不投应用投这个呃呃基础设施投投协议层我觉得也是有这个相关的逻辑在啊然后再往后去发展的话其实其实这个 这个middleware是介于啊application和protocol的一个中间键啊这个下下面的话下面再一个的话会会再去展开讲一下然后这个的话其实是在一个呃在通胀的过程中就是整个市场呃状况又不好呃成长也不好这个呃通胀没有这么高的情况下就是呃大家看不到什么呃这个这个这个技术设施有一个相近的发展以后但是没有明显用户增量的时候啊可能在网上去做一些这个呃就设施的中间键啊这个的这个的话可能是一个中间键 发展一个比较好的时刻啊呃呃再往上面去走的话就是我明显看到一些链上的数据起来啊有一些交易量有一些这个用户活跃度以后啊那这个时候是可以去看一些协议层的应用啊应用层的应用啊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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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有明显的user嘛有user以后我们再去看这个application啊然后这个的话是一个复苏的阶段啊然后然后这个这个这个application的相应的表现可能会更好一些些啊然后我们就啊 啊经济过热以后这个钱是再放的多没听完花呢最后大家都去冲冲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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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认为的一个整体的呃crypto的一个美丽的时钟啊但是这边画两根黄线啊大家可以先先先先这个关注一下就下面一张再会讲啊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其实会有一条隐藏的会说一条暗线啊这个这个inflation和growth其实是传统的美丽时钟的一道两大象限但我觉得在crypto里面还有一条这个很很很很呃一条暗线吧 叫做文化属性啊其实可以看到这个文化属性是这个第三项线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mincoin为代表的话这个文化属性是最强的就是它在一个市场过热的情况下又同时表现出很强的文化属性那呃整体这个呃无论是应用层还是协议层的话这方面会相对弱一些不是说完全没有是相对弱一些啊就是不同的工链有不同的文化基调吧这个这个这个很明显然后不同的呃不同的协议啊不同的这个应用可能也有一些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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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调性和文化的圈层啊这个这个也会有一些些啊然后这个是在于文化属的两端那那文化属最明显是什么就是中间啊这个这个这个无情的呃打工人数据提供商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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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个转接器啊这块的话是不需要文化的啊啊或者说文化属性是最弱的啊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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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在这么一条线上来去看的话我们其实也也很好去理解就是就是在这个呃文化属性 啊越强的地方就是就是整个成长和呃通胀啊越高的时候文化属性越强啊然后成长和通高啊通胀越越低的时候文化属性其实是越低的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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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一定程度上其实呃我是感觉是可以可以可以来去判断整个市场的情绪的一个走向或者我们我们我们处在市场的这个这个这个什么周期的这么一个指标啊这个这个是整个呃crypto每临时中的一个状况 呃呃最后的话其实就是关于这个呃宏观的呃investment cities啊就是呃我们认为整体来去看的话呃大概市场上会分为这么呃或者说整体的这个投资理念和到最后的应用的成熟之间的转换的方式大概是通过这么一个路径呃呃整体上来去看就是就我们从这个绿色开始看就是呃会有两个大的方向 第一个就是呃技术的突破啊第二点就是商业模式突破就我们无论在找任何的呃案例或者说无论在找任何的投资标的情况下呃都应该是以这两点作为一个宏观的呃核心的判断的标准来去看啊是不是有技术突破是不是有商业模式突破啊如果有技术突破的话那呃很带到crypto里面来去看的话其实很自然而然就带到这个协议层的一些进展啊 啊这一层的呃进展更多的会会有这个技术技术的呃驱动来去产生那商业模式的呃这个这个呃创新更多的会带来一些应用层的一些创新啊这个是很顺畅的一个逻辑啊然后呃同时来去看的话这个这个所谓的protocol和application这个抽象出来的一些pattern啊其实呃只是一个代表啊为什么这样去讲就是你再往下去看的话其实这些组件所谓的这个这个这个 Layer1刚刚讲的Layer1Layer2Gaming啊DeFi这些所谓的所谓的赛道啊本质上来讲啊都是一件事啊就我会认为说这些东西都是整个呃呃整个web3的一些组件整个crypto的一个组件那呃你像Layer1Layer2随时现在大家在把它定义的可能都是protocol啊啊就是或者说这个这个基础设施啊但是为什么它不能成为应用层呢就包括说现在我们讲这个呃application chain uhapp cheap chain 像这些app chain的话你说你是把它定义成这个application还是protocol啊这个就很难去定义啊或者说就是呃你会有一些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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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yer1Layer2呃衍生到最后啊我们会有这个这个单独衍生出一些应用的需求啊那这个的话我觉得是再而然的产生的一个结果啊包括一些像后面所谓的大家jano去定义的一些呃 application层的应用层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到最后的话也会产生出 反向激励出底层应用的一个创新 这个也就是这两点 就是这两根最粗的黄色的线 来去代表的部分 就是我们往上 往下走是很正常 这个技术创新 或者说商业模式创新 带来了两个抽象的商业模式 两个抽象的创新 或者说两个抽象的赛道的发展 然后到后面一些具体像的赛道 那么再往回走 往回推的话 其实有一些具象的赛道 我们去往回去抽到一些 这个抽象的一些概括总结 可能有protocol 可能有application 然后再往上去推 可能推到一些technology innovation 和一些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这个是很直接的往上去推进 但是为什么会有两条鞋的线呢 就是因为我们在protocol的level 来去看到 可能会有一些已经到头 或者说由于protocol 来去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然后我们看到在上面会有不断的针对这个protocol 本身的一些应用层的一些商业模式的创新 这点的话我觉得是一个最大的创新 或者说这个是我们能够捕捉到的一个范式的一个转移 就是从particle到应用层的一个转换 然后同样的道理 从这个应用层到这个应用层推进的技术创新 这一点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 所谓的现在的appchain 那这个的话 因为高速的应用 可能因为现在的这个 不同的应用之间已经 因为现在一些头部的应用 可能这个流量也好 或者说这个自己的本身的属性也好 已经通过一些模块化的公链 通过一些这个 sorry 这个这个公用的公链 已经满足不了自己独色的需求 那我就反逼出这个技术的推进 然后会有这个cosmos 会有这个op stack 来去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技术的推进 模块化的公链的产生 来去来去推进这个技术的发展 因为确实来去解决这些应用层出现的问题 所以这个也是两个交叉点 是我们认为能够去抓住的 或者说是我们未来是非常非常看好的两个领域 通过技术的创新来去推导出 这个这个针对技术层面上的 针对这个particle level的一些 一些独特的技术发展路径 来去衍生出的一些商业模式的创新 以及整个产品层面走到头 走到这个推进不下去 然后我们需要通过反逼出一些技术创新 来去更好的服务于产品的 这么一类型的一个软件或者工具 这个这两条线是我们认为 未来投资要去抓住的一个主线 当然这边的话其实也是刚刚讲到的 就是先去我们CZ的词 然后先去产生一个投资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pattern 然后最后再具象化 然后抽象化再抽象成一个pattern 最后再去高度年龄成我们的这个投资理念 这个是大概是这么一个循环的流程 最后就是刚刚提到这两点 我们再找什么核心的两点就还是应用 如果是按照传统理念来去归类的 这个协议层的话 我们希望他有一些技术上的突破 这个技术上的突破是什么呢 是满足一些这个这个现有的一些 应用层的一些实际的需求的一些突破 代表就是这个 这个通过应用倒逼技术的发展 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就是如果是找应用层 应用层找什么 找一些通过这个能够去满足 或者说能够通过协议层本身的一些特性 来去达到最大化去使用这个这个这个应用本身的 这么一个产出的一些一些应用 这个这个代表性的东西可能目前看来的话 现有的逻辑的话 或者说这个我们希望看到的话 可能更多是刚刚想提到的 Aptos或者说Suit上面的能够应用他这个资源板块 和应用他这个并行计算来去产生的一些特殊的应用 可能Geno来讲的话 可能就是一些这个这个这个高性能的DeFi 和一些gaming的产品 这个这个这个就是类似的这些东西 这个这个是我们未来想要去找寻的一个方向 对 对这个这个大概就是今天一个分享的 呃对所有的内容对感谢大家 呃然后大家有什么相应的问题和这个想要去交流的 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去呃交流交流交流对 好的呃谢谢Jonas 那么我们呃这这边呃这个之前我们呃刚开始是万一介绍了 呃我们这边今天还邀请到了我们的Robin老师 Robin老师是我们长期以来合作伙伴 呃也就说是零叉零CryptoDAO的呃创始人 然后呢一直来呢也是致力于这个呃 区块链的这个区块链的这个教育 然后已经他们已经开展了三期的这个呃学员的培训 然后呢今天也是请啊他作为我们的点评嘉宾给我们呃 来提一些问题还有说表达自己的看法 同时Jonas也可以关注一下那个QAbox啊 有一些嘉宾已经提了有一些这个观众已经提提一些问题 呃那我们可以请呃Robin老师来呃跟我们聊一聊他自己的看法 或者是一些呃想法啊 OK 呃我我还在沉浸于刚才老师讲的那些内容 我觉得讲得还非常的好 对然后那个我我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可以分享的 就是呃从我我就简单聊聊呃说两点吧 一点就是我觉得刚才讲的那个逻辑还蛮蛮清晰的 就是我一直在我其实个人的投资方向还蛮感兴趣秘密币的方向 因为我我也一直在探索说秘密币的直接的关联性是什么 因为我们在零长零上课的时候 当时针对秘密币也做过一次呃不算特别严谨的研究 那我们非常关注就是秘密币到底他跟数哪个数值是最有关联性的 然后我们其实从拍脑门能不能拍出来是跟社交热度直接关联的 所以我们当时就做了一个简单的研究 很抱歉现在没有办法展示那个研究 大概大致上做的就是我们把推特推特人数关注数 然后链上数值呃还有还有discord人数 还有呃就是那个搜索引擎的搜索搜索热度 这几个比较直接关联的数值我们拿出来 然后去看一下就是密币到底跟哪个是最有关联性的 然后我们呃把然后然后再把这些我们已收集到数值研究完了之后去去看 就是呃去拟合成一个函数你的币的市值 当然我们更关注的就是地价嘛 地价的市值和你直接关联的这些社交弱度的拟合关系 然后成一个正相关 然后我们就去捕捉很多早期早期的一些秘密币 然后很多秘密币的启动都是呃 大家只关注像doggy啊啊屎币这些 其实市场上的秘密币有非常非常多 他们很多市值可能只在几千万美金到呃一亿美金都不到 甚至说很多大的交易所都没有上呃 对然后我们他通常的启动都是靠那些我们看到的呃 可能马斯克说了某一个某一个词 或者说某个大会提了某某一个动物 然后他特别是动物 然后就很容易很容易去启动 然后这个跟NLP的启动的方法还挺挺挺接近的 因为NLP恩恩恩 众所周知NLP最大的像就是那几个都跟动物啊 跟这些有关系 那密闭他也是非常钟爱钟爱动物的 所以所以我们就非常 我们甚至还之前写了NLP语义分析 去捕捉一些高频率出现词的动物的形象 然后然后再在链上合约去扫 扫出现这种名字的东西 然后再结合推特 推特我们去爬推特的一些大KOL 出现这些动物的情况 然后我们也在里面获利了一部分 然后抓住了几个非常早期的密语币 在1000万美金以内的时候就冲进去 对这个这个过程我觉得就是 大家不要小看 像之前老师讲的一些宏观的分析 有些东西他是可以把它 拟合成自己的一个研究方向 这些研究方向是真实能够获利的 也包括像NFT NFT 我可以说一个简单的数值 比如说这些比较不算冷门 但你们也应该去掌握的一个东西 比如说 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一个NFT到底跟什么市值有关联性 对NFT严格跟Discord的人数 呈直接关联性 这个是大家都都比较 浅显易懂的 但是关联性有多大呢 差不多在牛市的时候 一个NFT Discord每增加一个人 你的整个marketcap就增加0.03个以太坊 这个marketcap怎么算出来呢 就是你的floor price乘以你总数量 而不是真实的你在交所挂的listing的整个盘子 而是你的floor price乘以你总数量 最高的是Azuki Discord每增加一个人 他的总marketcap增加0.3个以太坊 这是最高的 基本上平均下来在0.03 当然我们的当时的研究 研究的数值只看你你的Mint price 就是你Mint的费用不超过0.3个以太坊 你的Discord人数要大于1到2万人以上 然后以及一些你不是一个就是特殊盘子 然后我们就非常关注这些这几个这些项目 对然后以及再说一个数值 一个NFT的最高市值 最高市最高价的时候 通常出现在你交易量 占你总数的66% 假设你有1万只 那第一天交易了1万只 第二天第一天交易了1000只 第二天交易了2000只 第三天交易了3600只 那基本在第三天的时候 你的价格就出现了ath 出现在最高价 然后我们我们做了非常大量的 就是统计工作 就是为了去捕捉是否我们能够抓取得到一些小 因为0X0crypto的小孩 他可能不像市场上其他那些巨金们有很多的资金储备 在从投资的角度上来说我们他们可选择的余地不是很大 那就要去博弈一些加入更多的一些科技成分在里面去捕捉价值 否则的话小孩子们这些都通常以学生或者说刚毕的刚毕业的新人为主 那他他们就没办法去捕捕价值 从这个角度他们就非常的去 那那刚才那个比如说我们知道了一个项目的的price和他的一个NFT项目的的价格和他的discord人数 也就是他的对应的社交社交热度呈直接关联性 那我们就基本上能能在一个NFT在没发行的时候 我们就基本上能猜得出他的第一天的average price 他第一天的平均价格 拿到这个平均价格之后我们能做什么样事情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如果要去科学这个项目 我们所用的gas费和我们在这个过年当中所需要的成本是多少 那在社交热度很高的时候 当时有很多人都会去科学一些项目嘛 那去科学这些项目我们就要去严格知道他的成本 否则的话那可能第一天出来的average price 可能比你的获取成本还要高 那这个就就没法搞了 对然后我们也是搞搞这个就是当时去研究这些东西 深深知就是对于宏观对于链上数据的研究 对整个的即便是从个人获利的角度都是帮助非常大的 对这些都举了几个简单的小例子 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多去研究研究学习学习 不要觉得这些东西就是刚才老师讲那些去听了下 他就他就过去了 其实很多的很多的从比较俗的成分 即便不去了解区块链对于未来的历史科技文文价值 也需要从个人投资角度上面去搞明白 这些对大家的帮助 也欢迎大家有机会去了解一下零差零crypto 然后我们也是致力于一个学习的一个道 然后没有什么 就他的成立也是因为当时我在那个 我生病 我之前在年初生病了 然后在医院里面 医生要求我要躺在医院三个月时间 然后无聊的非常无聊的一个契机 然后我就开了一个 因为我自己也也算 我自己是一个借贷协议的方式 然后我自己闲暇时间也会做很多科学工作 然后去参与到一些小项目的的投资 然后我也想把这些方法交给交出来 然后当时就发了个推特 然后就有很多人来报名 让我觉得非常的惊喜 那后面我就成立了一个道 然后我拉了一些身边的好朋友和KOL 然后我就就开始针对年轻的小孩去教育 因为我很担心的一点就是很多很多刚性进圈不到一年的新人 在整个牛市里面什么都没有学到 他只学到哪有消息 哪哪个CD韩音句会长 然后马斯克韩音句都会会长 对我我见了见了太多的 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人 整个牛市下来只学会了这些东西 你问他Layer2是什么他不知道 你问他Layer0是什么他不知道 你问他ZK是什么不知道 但是他知道现在买ZK会长 现在买Layer2相关的会长 这个大家不会觉得很悲哀吗 就你既没有掌握到知识生产力 又没有挣到几个钱 浓为别人的酒菜 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对然后我就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请大家学习 感谢罗宾老师的分享 我觉得这个讲得特别好 就是罗宾老师本身 这个技术能力和市场观察能力都非常优秀 对然后关于这个Layer0 其实也是一直有在关注 对我觉得 各位其实就是我觉得说的特别好一点 就是知其然还是知其所以然吧 然后除了一些 就是理论上的知识 我觉得更多还是要关注一些二级的指标 当然这点的话我觉得因为整体的crypto的一二级市场 不像传统市场这么分离 或者说这么有明显的壁垒 然后crypto一二级市场其实联动的非常明显 然后包括整体这个叙事的一个方向性的一个变化 包括整体技术的发展 其实节奏都会快很多 所以我觉得就整体上做一期投资的话 更多的关注二级市场的一个动向和发展 其实是一个很明智的一个选择 对当然这块也是和这个Robin老师多多学习 对 对我这边有看到一些问题 然后就大概两三个问题 然后就大概讲一下 然后如果大家有一些其他的想要再上来聊两句的 可以举个手 然后我们这个就把你拉上来做这个嘉宾 然后我们再可以再来教练教练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RWA的问题 说现在下注会不会有点太早 有过多法规不明确的风险 我觉得这点是没问题 对就是RWA这块的话 其实我自己之前的一个感受和状态 是说这个东西一定是很早的 但为什么说还是要再去关注 就是说这个东西的话 因为和政策的发展有很大的正常关心 就如果政策对这块有一个很明显的改善 或者说在某些地区性的政策上 有一些明显的扶持的话 我觉得这块还是有扩充 对于扩充整个Crypto Asset 这个资产种类来去看的话 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帮助 所以这块的话 作为一个观测的目标 不是说这个22年要去切入 不是说这个23年要去切入 或者24年要去切入 更多的是关注这个整个大的方向 我觉得还起码不是一个伪命题吧 目前来去看 第二个问题是说 gaming classification方面 为什么maniverse金融化最小 好这个就是这张图的话 其实更多的是 一个非常非常粗糙的一个分类的方向 就是就明显就是就是你这个 这个这个三个游戏也可以做的 很很很这个 怎么讲金融化 然后这个play to run的游戏 你也可以做的很好 这个可能像之前某某某跑鞋应用 这个这个整个的可玩性其实也不差 但但问题在于说就是整体上 我们如果去宏观了去看的话 就我们如果把这个开发难度 再去画条线 或者说画条斜线的话 就这条斜线的话 这个这个开发难度 或者说这个这个产品难度的话 去看的话一定是maniverse最高 然后这个X2E的这个这个这个项目是最低的 战斗上层面上来去讲 然后如果是这是第一个逻辑 第二个逻辑是说 目前我们的一个一个理论 或者我们的一个逻辑是说 可玩性和金融化这二者目前没有办法取得一个很好的平衡 在这个状态之下 你如果追求的是可玩性 那就一定要去放弃一些过度的金融化的东西 如果追求的是金融化 那么一定要去放弃一些这个可玩性 倒也不是说可玩性做不了金融 或者说金融化做不了可玩性 因为你首先要去 刚刚也去讲第一个前提 就是开发开发难度和这个产品难度 包括你投入的时间精力 人工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你在投入了这么多时间精力 人力的成本以后 同时有陷入了一个比较高度金融化的模型 那很容易就把这个东西玩崩了 玩崩了一个结果 就是你这个东西花了五年时间开发 上线两个月崩盘了 那这个谁来买单 这个东西交给谁来买单 就是这个事就说不清楚 所以就是说为什么Matterverse现在金融化最小 不是说他做不了金融化 是说如果你金融化做的很高的程度的情况 下我们认为是目前现阶段以现有的一些金融化的模型 现有看到一些Tokenomics 他不能得到很好持续性的发展 那基于此 那也就是说没有人愿意去做这个事 花了这么多时间精力成本去做这个事 结果搞了两个月就崩盘了 那这个事没人愿意去做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把它放在这个项线的一个原因 然后下面一个问题是说 gaming的方向资产上链和游戏的结合 和游戏的结合以这种什么样的方式 被大部分接纳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我这块我就是这个也是比较宏观的一个问题 就是整体游戏的结合 其实更多的还是说游戏内资产的一个上链 游戏内资产的话 像现在来去看的话 可能像游戏装备 这个角色 这些上链可能是最基础的 那更多的话 是想要说后面有没有一些可能性 这个经济机制也上链 或者说整个这个玩法也上链 数值也上链 所有东西都是公开透明 而不是有这个中心化的存在 这样的话 我觉得是更多的是打破 整个游戏领域内一个黑箱的存在 包括这个后面随着这个 这个随机数的发展 然后可能会有一些这个 这个链上的盲盒啊 宝箱啊 像这种东西的话 其实越来越多的会 会有这个更多的 去中心化的东西存在 包括自然上链 所以所以这样的话 我是觉得 对玩家所接受和这个资产上链 其实是两码事 就自然上链更多的带来的 还是这个透明性 与这个可信度的提升 然后被玩家所接纳的话 我觉得还是 就如果按照这张图在去走的话 你还是两个方向 你打进的玩家 你去找最Ponzie的游戏 你这个想要玩游戏的玩家 去找这个这个这个画质最好 可玩性最强的游戏 这个这个是两个方向去走 这个生存和 而自然上链 其实是作为它这个底层的 一个逻辑存在的 和它本身的这个经济模型 和它这个机制玩法和这个种类上 可能没有太大的关系 这个我个人理解 对 其他应该没有看到特别多的问题 对 然后 然后这边的话 反正大家 呃 有这个需要交流的 也欢迎大家随时交流 对 然后这边是我的那个推特和telegram 呃 然后也欢迎大家 这个后续 如果有一些 呃 自己想要去 就就有一些这个刚刚 哎 一峰可以把那个 dual sharing的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 link放到那个 我们的chatbox里面 对 然后有一些这个相关的 呃 活动 大家也欢迎后续大家参加 哎 对 然后我们最后就 呃 那我这边就把 话筒最后还是交给一峰 然后看看后续有什么安排 哎